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间就有掌中穿字纹 富贵不离身的俗语 今天我们来看看这句俗语到底准不准 一 穿字纹 掌中穿字纹 指的是我们的手掌中 生命线 智慧线 感情线互不接触 形成一个清晰的穿字 我们手掌上 拇指下面的弧形线被称作生命线 紧挨着的是智慧线 第三条是起源于食指根部的 叫感情线 这三条线形成了手掌的三大纹路 多数人的生命线和智慧线 是重合的 由拇指和食指中间开始 然后分叉 生命线绕着拇指成大弧线 智慧线则走向手掌下沿 也有一些人的生命线 和智慧线起源并不重合 从一开始就是分开走的 这样一来 三条主掌纹 就形成了一个像穿字的纹路 苏语里的掌心穿字纹 指的就是这种纹路 也许是因为这种掌纹比较少 所以苏语里一直对穿字纹 情有独钟 有说掌心穿字纹 一生不受品 也有说掌中穿字纹 富贵半中身 还有说富贵不离身的 反正就是个好掌纹 还有一种说法 首相中智慧线 生命线 智慧线三大线 全部分开 全部分开不具于一点 统称为穿字纹 穿字纹首相 不论男女做事认真负责 独立性高 有独断独行 自我为中心的倾向 大都是精明干练 喜自由自在 而且独立性强 胆子大 但容易感情用事 常常不计后果 与六亲的缘分也很多 穿字纹不论男女 属于自力更生 自己买马自己棋的命想 总是以先斩后奏的方式 去处理事情 一意孤行 这那样容易得罪人 修长型首相 修长而执掌有肉得当 手掌有力 手型得配 运势根基会不错 再看守纹三线 属于穿字纹 三线身长 具有管理之才 适合创业做老板 或者在大企业大公司 做管理层 收入高 财运不错 只是女人穿纹 容易因为性格要强 而影响婚姻中的福气感情 女命穿字纹 不利早婚 晚婚可以让自己成熟 双掌都是穿字长着的女性 对丈夫的关怀 全都放在心灵深处 不轻易表露 但拥有她事实上 并没有传说中的可怕 因为穿字长的女性 只是比较重视自己 忽略尊重他人 所以在恋爱和婚姻上 容易有波折 晚婚醉意 首相的形状 纹路 颜色 肉质等都有着不同的含义 所以不只是穿字纹 还有很多首相表明 一个人注定不会平凡 会大富大贵 有以下首相的人 早晚必发 一生无忧 一 掌纹深刻且清晰 首相的纹路 通常能表现出 一个人的天资 性格 事业财运走势 和个人命运发展 首掌纹路多 代表的符号和信息也多 掌纹杂多混乱 寓意此人一生运势多变动 奔波 掌纹清晰的人大多精明 做事情有章法 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规划 如果掌纹纹路 深刻且清晰 通常有比较理想的财运 事业发展得很顺利 能取得很不错的成就 二 守财纹深长 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 有一条平行与感情线的纹 就是守财纹 此纹最易判断人一生的财富多少 能否发财或守财 守财纹长 代表如财多 守的财也多 守财纹短 则代表如财少 或不易守财 守财纹深长的人 通常是有很好的理财能力 会挣钱也会守财 知道如何管理钱财 也是富贵的首相之一 三 守如干将家道必仓 守如干将 主要是说守的握力 因为干将的阳气最重 而握力靠的是干的阳气 如果干功能旺盛 那么这样的人 一般具有强盛的生命力 有这种守相的人 一般做事能力强 具有勇气 谋略 敢闯敢拼 富有冒险精神 敢为天下先 有不畏艰难的任性 这样的人一定能事业成功 取得非凡成就 四 手掌肉厚 柔软有弹性 以掌面为中心 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 分支符号 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 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 后天成就 父母子女 婚姻情况 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 手掌红润 表示此人血气足 元气充盈 身体康健 肉主因 主腹 手掌厚儿负弹性 负光滑柔软 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 福泽深厚 福禄天成 由此首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 一生财运顺利 免于奔波操劳 晚年安逸 多财富文 在大拇指第二节文 与掌纹交界所形成的交叉文 或一些斜纹形成的三角文 菱形文 钻石文 或磊钻石文 均可统称为财富文 财富文以剑方割文 或菱形文为最佳 不论横文或直文 文越多 表示钱财累积越多 代表此人一生命中 有发大财的潜力 而且这种人都很懂得理财 能靠自己的勤奋 积累丰厚的财富 六 财运线深切清晰 财运线又名水星线 是处于水星丘 小指根部的短竖线 是一条表示 个人金钱运的重要线 财运线最好的是 如针一般挺直 且没有其他障碍线 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的 财运线有几条 而且纹路非常深且清晰 这样的人 大多可能会财运亨通 财运顺利 身边也会有多个贵人相助 容易会大富大贵 七 掌心凹陷 能聚财几福 如果把手掌笔做的聚宝盆 那么掌心就是聚宝盆的盆底 掌心的深浅 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积累程度 掌心凹陷的人能聚财聚福 有这种手相的人 也是天生的富贵命 是最容易发达的 年少家底丰厚 自己的理财能力也很强 年轻时有顺利稳定的事业 财运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 晚年幸福安逸 八 多财博文 财博文也称为钱财文 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方的短小斜线 财博文寓意着金钱财物 这些文献能体现一个人的福禄财运运势 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 代表着此人财运旺盛 能想富贵荣华 有这种手相的人通过偏财 获得丰厚的财富收入 胜财有道 九 五指长短有序 中指稍长 从手相学来看 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 成就 配偶和子女 五指修长 长短有序 间隙合宜的人 各方面各有所得 负责勉长 由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 少时能得家人庇佑 衣食丰足 青年夫妻恩爱 子女原生后 一生运势平稳 其中中指稍长的人 说明此人善于计算 做事情缜密有条理 能挣钱理财 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利 对自己的要求严格 也很容易大富大贵 十 十指有三约文 一般人在十指上面 有一条横文 叫做纸截文 如果有三条 纸截文的话 叫做三约文 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 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 如果是女性的话 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 受富家福音 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 衣食丰足 男性的话 也能取得有钱娇妻 总而言之 是大富大贵的首相之一 十一 太阳秋丰满高龙 太阳秋在无名指的根部 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 才能与生名等 如果手掌中太阳秋丰满高龙 颜色明润 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 理财能力 在青年时期就能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 另外 有这种首相的人 大多性情温厚 正派乐观 个性明朗 有较高的素养 通常有很好的人员 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 衣食丰足 家庭幸福美满 属于大富大贵的首相 十二 穆星秋饱满 穆星秋位于食指下方 代表人的意志 欲望 地位和权力等 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 与权力欲望 和物质欲望 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 与好胜心的强弱 穆星秋饱满名润 而富有弹性的人 大多热衷名利 自负骄傲 充满雄心斗志 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 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 往往有成为富豪的前置 若为女性 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 当然只通过以上首相 就分辨一个人是否富贵 还是太片面了 很多人以为相术仅仅是看一个人的五官相貌 就能随意做出一些结论 其实这是片面的理解 真正的相术 其实是基于对人的全面观察和分析 得到一个大概率的判断结果 这种结论不一定百分之百正确 但却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有经验的人 甚至可以做到八九不离十的准确判断 所以说 相人术并不是简单的以貌取人 它是一项系统的观察学问 不但要看人的长相 还要看人的表情神态 言行举止 都要纳入观察的范围 甚至古人所说的精气神 这种无形的东西 都要细致捕捉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